我們請那個都法局 市長好,我是張可恩,請問市長 社子島的議題潮很多年,如果居民遲遲無法達成共識 或不願搬遷改建,那有什麼其他解決的方案嗎? 這個小朋友,你問到了一個歷史共業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要很誠實的講,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社子島進建將近48年,抖發49年 社子島如果真的進建48年 現在社子島上面只有野生動物,沒有人類 可是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所以表示整個國家睜眼睜瞎化 所以每次講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對的社會 我們要對的社會,法律是給人民遵守用的,不是給人民參考用的 在社子島很清楚,你知道,法律是給人民,因為法律定在那裡 可是人民都沒有遵守,可是政府也沒有很用力的去執行 所以是這樣啦,慢慢的 這個就是這樣啦,我還是會去處理,他很難處理,為什麼你知道 這就我每次講的,小問題不解決 可能那小問題累積多了,累積久了 哇,就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常常在處理,你知道 以前的政府留下的這些問題,社子島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社子島真的進建49年嗎?像嗎? 所以社子島上面都是違建,可是你說他違建 違建你還跟他課稅,課稅要課了40年,天啊 你違建跟他課稅40年,請問他是違法還是非法,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國家 違建,比如他應該是罰金,不是課稅 違建他跟他課稅,你國家已經認定他是合法的 那等到累積40幾年以後,48年以後 哇,現在要處理都很難處理 所以這是這樣啦 常常這個,這就是我們台灣面臨的現況 所以每次在講 最近常常在,當然總統大選又到了,我常常說 講一大堆沒有用 實際上把它去解決,我們每天這個國家累積下來一大堆問題去把它清理掉 社子島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後來其實不只這個啦 整個那個農地有沒有,蓋工廠,最近那個說什麼工廠輔導法 也是把問題再往後延20年 也不是真正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國家常常就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其實頭痛一頭也對啦,不然頭痛在哪裡 我們現在 我也不曉得,好像不會講 我們現在是頭痛把頭砍掉,假裝沒砍掉 你年紀太小了,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好,謝謝市長 你有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不是啦,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我們常常睜眼瘦下話 社子島是最典型的例子 社子島像是近年48年的,超過48年的樣子嘛 幾十年都不解決,那累積一大堆 我還是很勇敢的去把它解決掉 但是那實在是 怎麼做都很困難啦 事實上,政治上沒有辦法讓所有人都滿意 所以最近有那個怎麼在抗議,我也知道 其實那個是這樣啦,抗議那個 常常是這樣啦 沒有辦法讓所有人都滿意 那你要抗議,我常常是這樣 我們那個社子島常常是這樣 有些人都說,你就 就開放解禁啦 那個解除境界,就地讓它合法 可是如果你是社子島現在都沒有道路 我們有些計劃道路已經掛上去 那些沒有在計劃道路上面的,他覺得說那你就解禁啦,那我該 如果他這樣講的話 我就把那些人全部舉手,再把它登記下來 我那個開的路就開在他家上面 看他怎樣 他一定不要嘛對不對 因為路沒有開在他家上面,他才要 他才說,他不要去端爭 如果你真的不要去端爭,你要就利解決可以 那種都市計劃重改,就把路全部 反對人全部開在你家土地上面,你要不要,你一定不要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政治上就是 他就是問題嘛 就是妥協,大家尋求大家共同妥協的方案 坦白講喔,那個社子島是一個很難解決 不過 都跟那個大灣北段一樣 怎麼做都被罵 問題是已經有違反土地分區使用管制1678戶 你還是要明天就要開會了,明天都市計劃開會,我們還是要處理 啊他就是歷史工業嘛 所以啊,絕不再有子孫做的政治原則 我們這一代可以解決,我們這一代都要解決 不要把問題再留給下一代 大灣北段1678戶,維發土地分區使用管制的房子 一戶的話一定是老百姓不對 1678戶,這表示整個政府失能 市值島也是一樣啊 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說禁見48年 睜眼說瞎話 說整個國家睜眼說瞎話 睜眼,說謊說了 說的已經48年了 超過48年了 現在我們要去 要去解決 很難解決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勇敢的把解決掉 因為我不想繼續說謊下去 我也要去解決 除了 是